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不随顺他的善行 不随顺他的恶行 我们促学 尤其要记住这个片子 如果他是不善 这个不善没有什么大的妨碍 行 可以 如果有重大的妨碍 妨害佛法 妨害众生 不能随顺 妨害自己 要看自己有没有能力承受 如果能承受得了 没关系 承受不了 要懂得回避 这个对于自己修行境界层次有关系 这里头最重要的一个原则 就是要懂得放下 放下这两个词 可不能忘掉啊 最重要的 放下自己的成见 放下自己的爱好 就可以随身了 如果自己喜欢的放不下 你就没有办法恒顺你众生了 自己喜欢的能放得下 自己做讨厌的能做到不讨厌 恒顺众生呢 就容易了 能恒顺众生呢 决定的随习功德 才真正能成就一切善法 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要学 学不执着 能不执着呢 那就是学普贤菩萨了 是大院王里面的两条 恒顺众生呢 随习也有功德 可是顺跟随习 要有智慧 要有耐心 如果没有智慧没有耐心 那个麻烦又来了 佛门的祖师大德常常跟我们说 说慈悲 说方便 大慈大悲 借淫众生 要懂得慈悲 要懂得方便 可是又有人说 慈悲多祸害 方便出下流啊 那怎么办 又要提倡方便 可是那个弊病啊 是祸害下流 这个事情怎么来处置 佛法从上戒定慧散许 自己能够守住戒定慧 慈悲就没有问题了 这个慈悲是跟信德相应 方便也不违背道德 在中国 在中国 守住五常八德 那个慈悲各方便 就得起振用 不会产生负责用 心是消体中心 身是礼意廉耻 平是仁爱和平 这样啊 你随便就没问题了 恒顺众生 随习功德了 就没有问题了 这个是要懂得点 佛教我们 菩萨所在之处 常令一切众生 生欢喜心 他讨厌我们 我们就避开 他欢喜我们 我们就给他借尽 他不愿意借受正法 不要讲 在他面前 别受罚 恒顺众生 随习功德 随习当中 紧轻他的我意 我们自己 不受丝毫干扰 能受就受 不能受就不受 佛教导我们 对自己要应格 不应格 我们会随身烦恼 决定不能随身烦恼 要随身心得 这个理念 有智慧 有善巧 有方便 有耐心 我们自己修行 要具备这些条件 我们跟大众戒除 帮助别人修佛 更要具备这些条件 有智慧 对于理论 四十 因果 你看得清清楚楚 明明白 有善巧 善巧是讲方法 最妥善的方法 最巧妙的方法 自己修学 帮助别人 无论是自行 是化妥 都要有耐心 既语言不成熟 决定不能勉强 要有耐心 就等待 等待语言成熟 语言成熟 障碍就少了 语言不成熟 障碍都不好 所以要懂得随喜 这个随喜 是非常不简单 充满了高度的智慧 这是讲菩萨行 真正修道人 他心清净了 决定没有 五欲六成的意念 但是在戒除外面环境里面 好像也有喜怒哀怒的标情 那是什么呢 那是应付人情 不是真的 有喜怒哀怒 那就是佛家讲的 横顺众生随喜功德 你有忧虑 我总不能在这笑傻 那人情上讲不过去吧 你有悲哀的事情 我也有悲哀的样子给你看 而这种是发自于内心 不是虚妄 众生喜怒哀怒 说实在话 他脱离了真心 虚伪的 这个里头的道理很深 不是深入尽藏 你体会不到 所以是清净心 永远生活在大慈悲的境界里头 随缘就是功德 什么功德呢 在随缘里面 不起妄想分别之者 这就是功德 随缘里面 不起自私自利的念头 不起贪嗔痴慢的念头 这是功德 我们同学要多想想 修行怎么个修法 你就知道了 用不着问别人了 日常生活当中 归拿起来不外乎 对人 对私 对物 都要随缘 不可以攀缘 攀缘是 我想怎样怎样 那是攀缘 随缘是 别人想怎样怎样 我没有想 我不想就自在 你就快乐 我要想怎样怎样 要别人随身我 那你苦来了 障碍就来了 你就又迷惑了 又退转了 我能随分别人 随缘不变 不变什么呢 约定不起贪嗔痴慢 约定不起分别之主 这个不变 你过的生活 是祝福如来 发生菩萨的生活 这个是世出世间 最幸福 最圆满的生活 我们真的是 惨透了 懂得了 我们也能过 不是他们专利 愿不愿意过这个生活 全不在别人 在自己 就是自己 肯不肯放下 放下 就是祝福如来 就是发生大死 我们要声明这个道理 自己彻底放下之后了 提起 提起什么呢 帮助一切苦难众生 历苦得乐 活在这个世间 不是为自己 为众生活的 自己已经解脱了 谁穿衣吃饭 都是为一切众生 不是为自己 随缘妙用 就是普贤菩萨的 随喜也供的 恨顺众生 怎么样才能做到 有我执 就不容易做到 有我怎么样 总希望别人随身活 菩萨不用 菩萨 我执破了 所以菩萨能恨顺众生 众生难了 我执破了 才是虚脱还 大臣原教 才是粗性位的菩萨了 刚起步 无辜 跟一切人不对劣 没有成见 放弃成见 你才能够随身 众生 有这个东西 就不能随身了 有贪嗔痴慢疑 你怎么能随身 随缘不是容易 佛门的标准 没有自私自己 没有贪嗔痴慢 没有明闻力 这才能随身 跟大众相处 要随缘 不随缘就不能相处了 要随缘 要恒顺众生 随喜功德 恒顺众生里面 陈就功德 功德是什么 不弃心 不懂念 不分别 不执着 自己真没有 他怎么分别随身他 他怎么执着随身他 他很高兴了 那我们讲他不高兴的时候 就很难相处 所以要在一定分寸之内 他能接受很欢喜 我们自己 真正做到 不执着 不执着自己的成见 我想要怎样怎样 假的 世界是假的 凡所有下都是血网 要放下 要舍弃 下定决心 这一生 到极乐世界 去趁佛去 这个世界 一切的一切 统统放下 日常生活 随人度日就好啊 寒顺众生 随喜功德 众生说什么 多好 自己没有意思 自己的意思 就是念佛 往生极乐世界 其他的意思 一看都放下了 这一切 世间人所真理的 我们放下 不跟他真理 我们一心念佛 求生极乐世界 可是他不肯看 我们相处 没有冲突 没有冲突就很好相处